水不一定是说要增加一米只放东西 有时去扔下一些旧有的东西都会对运气有帮助 今天我教大家开运断舍来吧 一些旧有的风车或者风水用品 例如可能是佛像或者一些旧了坏了的风水用品 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通常就会用一个红布包住它 然后再摘一个好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扔掉它 例如可能佛像那些 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去送去各大寺庙都可以 但是通胜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不扔掉的 如果你可以保存多少本就保存多少本 因为通胜通胜就是通赢的意思 赢有谁不喜欢赢的 你不会扔掉赢的 通胜也是包裸万有 就是什么都有的意思 所以通胜是很值得留下的 很多人都会问我 为什么一些风水用品放了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那就是好像这个例子 那么多的杂物 你放风水用品 那你会好像看不到 而且还是变成杂物 所以我们要放风水用品的时候 那一尺的范围 最好还是要清一清它 才会有效、有力量 今集我们是讲精实健康的 我们吃什么 会令我们心情开心一点呢 凌凌师傅会在这个饭局跟他们讲 嘉燕姐,有饭吃吗? 那把朋友一起吃吧 好吗? 我们有黄奔和莲斯妍娜 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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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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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好,好 请你们来,当然有食物 我们来大厨,Bally 跟他们煮一些很开心的美食 食材是灵灵师傅提议的 有什么好食物 其中一味就是 薑, 沖, 三文, 魚頭煲 很想吃 吃 我想先問一問 兩位嘉賓都是大忙人 工作很忙, 壓力自然會大 在他們的命額來說 會否影響他們的情緒呢 看一個人能否接受壓力 樂不樂觀, 開不開心 看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雲睛位 其實叫福德宮太陽月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很凹陷 即是那個人容易焦慮多 容易失眠, 睡得不好 你看見很多上年紀的女士 不知道為何他整塊廟宜 不過這位也是凹痠 凹下去 以前的婆婆不喜歡黏著兩塊膠布 對… 可能是沒有福德宮 沒有重音箱, 明白嗎? 對 林李師傅一直看着婆婆 上年紀的女士覺得很原來 但你倆都真的有… 都上了年紀吧 不, 你真的掉了一點 可能你本身瘦 我經常說整塊臉, 哪個位置都可以瘦 這個位置真的不可以瘦 如果多吃一點, 是否這裡可以脹 你真的比較凹, 幸好眼睛大大 你平時不是很多要擔心 很多事情想, 而且睡得不好嗎 超級睡得不好 男生女兒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擔心的姻緣 是呀 他很多事情擔心, 說真的 而且通常這樣的話, 想事情會負面一點 就是說他很多時候一想一想 就想到最壞的一點 就算一點… 那些就分了 我只是想怎樣發達 我覺得可能做多些運動 或者自己真的接觸大自然 做瑜伽, 減壓 或者多點跟BubKi和Ki 他什麼都有正能量 不, 但我這裡有沒有凹落的 你太誇張了 我好像沒有暈傘 他找不到你的暈傘 精神健康是很涼的 你們太精神了… 明明師傅, 接下來牛年 有什麼人要特別注意自己的情緒健康 例如本命年一定容易胡思亂想 雙蔥年容易決定錯誤 也容易不開心一點 即是熟牛的本命年 熟羊的雙蔥年 熟老鼠 因為合太歲也會有一點問題 狗就有一點, 這些朋友也要注意一下 對… 因為我媽媽是老鼠 對, 那就不用擔心 對… 陪她多一點 對, 兄弟… 我想問玲玲姐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增旺新生健康呢 我覺得文以食為天 你不覺得吃東西最開心嗎 對… 你先問大廚 Banny大廚, 我們的菜式起出了嗎 已經準備好了 好… 來… 太好了, 太好了 麻煩Banny 謝謝… Banny 大家吃飯 來吧… 來吧… 我先喝湯 對… 先喝湯 我的湯很精神 辣味的湯 很好吃 很好吃 玲姐, 這些食材會令人吃得更開心 佳燕, 你前面說什麼 我這個是薑蔥三文魚頭鍋 吃得很開心, 很好吃 是吧 你無所不知, 這些菜式都有原因 三文魚從來是十大開心食物之一 有Omega-3 還有其他開心食物, 包括香蕉 開心果, 花生等一類食物 平時如果人用熱情水低落 不妨多吃一點, 真是會好的 但是辣子雞沒有Omega-3吧 辣子雞是個人喜好 別這樣歧視我 我看到你經常寫下自己工作後 很想念一定要吃這個車仔麵 這是你的減壓食物 而辣的食物就是我整個團隊的減壓食物 每次辛苦完之後 我問團隊想吃什麼 我們要吃辣的食物 所以我選擇了辣子雞 可以減壓 對 辣子雞讓你說得通 這個淮山杞子圓肉燉竹絲雞 又為什麼呢 這個完全有中醫的原理 因為圓肉會令人安神, 睡得好 一個人要開心就要嘗嘗 還以情緒低落於抑鬱的朋友 其實很多時候因為失眠引起 連續幾天睡不到 人家精神狀態太差 這個吃了之後, 睡得好 自然健康吧 好… 這個肉餅, 馬蹄燕麥蒸肉餅 又怎麼有一種開心的感覺呢 我覺得蒸肉餅 是所有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你小時候家裡, 你怎麼起床 你也聽到人家在吃肉餅 吃肉餅, 吃肉餅… 吃肉餅 吃肉餅 我覺得肉餅跟家裡很有關係 當一個人不開心的時間 其實找到家裡的感覺是很好的 是… 明明師傅建議這些食材 大家多點煮 煮完身心就健康了 是… 人一健康, 人也很聰明 氣息也比較好 是… 有氣息一會比較好 運氣也很好 是… 真的嗎 是 兩位既然看你們的氣息也不錯 紅燈燈, 有什麼想問?明明姐 好, 明明師傅, 我想問她的姻緣 但其實我想知道我的智身 明師傅…明師傅熟悉 明明的肚子真的有一點多 如果明明有時候肚子太多 就會比別人更容易收起來 或者多焦慮 你放鬆一點 你很需要有金和水 米色白色的東西 藍色的東西特別適合你 如果住的地方看到一點水 或者駕駛擺設方面 或者浴缸做大一點 也是適合你的明教 我知道, 如果窗簾是藍色呢 是可以的 牛年其實也是金的運 事業運會更旺 名氣運也算不錯 不過留心一點人仔關係的東西 因為你也有一點犯太歲 我的事業運如何呢? 恩怨 她有很多機會發揮 在這些年份裡面 不妨真的努力一點 因為她的命本身是木比較多 但她是屬金的 接下來那一年都是金的運 所以把握一下很多不同的機會 知道 好 恩怨方面, 我還沒說過 恩怨方面, 她不急 對, 一點不急 我現在事業心很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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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倆的命格 有時遇到某些年份 就真的比較緊張一點 容易壓力大, 睡得不好 不過如果真的睡得不好 其實多放些銅的東西 在床側或床頭旁邊 都有幫助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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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蓮遠師傅提示 是 是 也感謝Hubert和Shiga 今天上來跟我們吃 這個有益健康的開運飯 是 希望來年大家都身體健康 今晚是年二十八 不如跟大家發個早點吧 好 我們祝大家… 龍馬尊神, 甜甜開玩 太好了… 過年期間大家都會收到利是 中國人最講義頭 原來有財富的人派利是給你 特別好運的話 可以沾到他的王氣 即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富貴人家 又或者老闆派利是給你 記得收起來, 拿起它 放在隔板裡, 全年順暢 至於電子紅包 我建議你首先要開一個 虛耳銀行APP 把它兌現了 收起來就自然全年財源滾滾了 到最後 看到了